台湾6岁以下的孩童因为发展迟缓或障碍 需要接受早期疗愈的人数估计有将近12万人 其中在花东地区就有至少1500人 然而早疗专业人员愿意到花东职业的寥寥可数 这使得花东地区的孩子很难挤进治疗课程的名额 再加上了偏远 交通不方便 难以到市区就医 很多孩子就这样错失了0到6岁的早疗黄金期 在台东基督教医院有一位乐俊仁医师 因此号召了一群年轻的治疗师组成行动早疗团队 他们主动出击 把早疗课带进了孩子的家或者是校园 十年来他们开着车跑遍花东服务了近300个孩子 累积里程数已经将近36万公里 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了 但这样的模式能够真正解决偏乡早疗问题吗 带您跟着行动早疗车实地来关心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就是 你们为什么要来台东啊 走吧 然后我们就会问他说 你们怎么不来台东啊 像我们现在最远的男性 他早上这样开过去大概两个多小时才会到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要服务他 因为我们宗旨就是哪里有需求就往哪里去 你们今天要去几个地方 我们一天一般是跑四个点 可是每个点有多少个案是不一定的 因为像如果我们早上去学校 学校的个案通常都会多一点 我们跟着八点钟就出动的行动早疗团队 沿花东纵谷县往北 这部车今天上午的任务 是要到海端乡乌鲁村替三个孩子上课 开车的是组长肖正明 他是语言治疗师 而坐在旁边的是艺术治疗师詹维文 一个礼拜要这样跑几次 我们一个礼拜是出车三天 就是然后通常是一山这样到池上 池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你误录就要将近两个小时 南西应该是变成组 南西最远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才做一个小时 在长滨的山里面 快到花莲然后还要上市 是单趟吗 对这样一趟 辖长的台东线南北长超过一百七十公里 往部落的山路更是蜿蜒齐驱 但对他们来说 这就像家常便饭 十年来两部车加起来的里程数 将近三十六万公里 肖正明说 这刚好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清城这样汇车 因为上面有一个天龙温泉饭店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游客汇 要跟大型的游玩车汇车 对啊 这条路好开吗 后面有些不好开 上一次那个台风过后最夸张 那个路变成了河流 就是一条小溪这样流过去 你就要开过去 而且有些都会有落石啊 所以如果下雨的话 有时候就会戴安全帽 那些都一是要求 他说这个很薄 所以那个石头掉下来会砸穿这个 所以我们要戴安全帽 尽管经常这般置身险境 他们还是愿意勇往直前 因为山里面有很多孩子等着他们 晕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目的地 那要拿什么东西下来 拿教材 就是教具都要靠自己 嗯 如果他们有的话也会尽量用他们的 那是最明明的呢 就这样 哇 才就这样 这边是什么 绘本 绘本 然后有笔 然后有纸给他们画 给他们玩的 还有卡片 都有 看看有什么就是 好 来 抽 抽什么 抽到什么 哦 你喜欢的蚂蚁耶 蚂蚁在做什么呢 蚂蚁在搬 骨骑 蚂蚁在搬骨骑 蚂蚁在搬骨骑 我们会把这个小朋友跟一般小朋友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去做比较 那如果当这个小朋友发展的状况 已经落后这个里程碑 到达一个某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会认为说 它是一个发展持缓的状态 它需要做一些早疗的介入这样子 那么台东县到底有多少孩子 需要接受早疗呢 根据台湾儿童发展 早期疗愈协会的估计 大约有665人 然而以2017年 为福部的统计来说 台东县发展持缓儿童的通报数 仅398人 被服务到的个案更只有130人 需求量 通报量 与接受服务量之间的落差这么大 关键之一就在于家长的态度 有时候遇到有些家长 他们其实是根本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概念的 甚至就是说 他也不觉得他的小朋友 是有慢的这样子 家长就会觉得说 他干嘛还要上课 我觉得他很好啊 很OK啊 他干嘛还要做介入这样子 那你必须要去跟家长 去说明这一块 家长愿意配合 孩子才有办法 持续稳定地接受早疗课程 学校也因此把有需求的孩子 集中起来上课 爸爸的身体比较 大 对 比较长 那弟弟的身体比较 滑 对 一个是长的 一个是短的 孩子能有这样一点点的进步 治疗师投入的心血 是要以年为单位的 肖正宁仔细地记录 他观察到的每个改变 和需要加强的地方 也提醒自己 下回还要耐着性子 带孩子反复操练 辅导师的另一头 艺术治疗师 透过一起动手做劳作 希望打开另一个孩子的心门 好痛 流血了 没关系 以前我也有 你也有流血过 你怎么知道会 这里啊 我看 已经结巴了 我是看着他 全心全野跟他一起玩 就是比较支持性地玩的经验 让他 比较有创意 还有想象力等等的 你想要吐吐干吗 我比较专注在孩子的心理状态 就是他有没有一些 情绪的投射 进到这个游戏里面 医生间建立的这一份 安全信任关系 也让孩子变得更活泼 更清楚表达 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我们要去拿东西了 中午过后 另一车的治疗师 在校园里进行了一场闯关游戏 5 6 7 8 9 10 对 出发 出发 這給大家聽 我們要拿什麼 還記得嗎 那所以會飛什麼 哇 好,請坐 來吧 我們拿了什麼 這是誰 會飛的 你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貓頭魚 哦,這隻才是貓頭魚 這隻叫孔雀 孔雀 對 孔雀 兩隻濃烏都會飛 牠們在天空飛航 牠們飛很高還是飛很低 飛好高 喔 飛好高 飛呀飛呀飛呀飛 我們要尋找最後一隻會飛的昆蟲 好 那你先去找邁老師 我是吳宇哲老師 主要是以兒童來看的話 就是看小朋友的出大動作的發展 比如說跑步的時候 其實兩邊的處理 如果你比較不平均的話 其實有一邊會脫 或者甚至會容易跌倒 所以就是增加那個部分的經驗 然後也可以當作一點訓練 當然 比較弱的那邊 會做的比較多下 因為有的孩子 注意力沒辦法 長時間集中在一對一的上課 治療師們討論設計出 這樣闖關式的遊戲 把出動作發展 認知情緒 溝通表達 社交技巧 這些課程 串在一起 在葉子上 爬要爬 要爬到樹上去 飄從上面有黑色的斑點 我們一起數數看有幾個斑點 來數數看有幾個斑點 用樂器來互動 就是他會看到 然後會用那個樂器的時候 他就眼神就會看我 然後我也會看他 然後有時候就是 會留一些地方 讓他們那個填詞 我會問一些問題 然後請他回覆我 會跟著哼 然後或是就是久了以後 他們的那個口語 有時候就會跟著就是表達出來 在校園裡可以充分利用環境設施 那麼對那些走不出家門的孩子來說 這群治療師又要怎麼教呢 對我們就是比較接近市區的 市區跟背男的我們不接 就大概車程40分鐘以上的吧 就是才會是我們的個案這樣 下去區的這個家庭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個案 那主要阿嬤是 主要是阿嬤帶大的這樣子 然後他跟阿嬤住一起 媽媽在外面工作 那阿嬤是覺得小朋友好像說 然後都不會講話這樣 對… 這天下午我們來到小青的家 才剛下車就看到他 早已經站在家門口 等著老師陪他玩 我們爹打眼了這次的桌子 三歲的小青被評估是全面發展遲緩 一年前的他完全不會說話 不會跑跳 那老師都來上課 上課後 漸漸他這裡有一半句話會說 有時候他會說 伯伯啊睡覺啊吃飯飯啊 會叫阿嬤 叫阿姨啊 謝謝 好我們把積木收起來 對一個一個拔起來 對好你拔起來 來 你的手收 對手收幫忙 你拿一個 走 準備喔 一二三 跳 換你 一二三 跳 哇 好棒 如果他還 如果沒有這些老師來有沒有 要直接帶他去的話 這樣我就要那個 要搶家 因為我愛做工作 我要吃 我們的孫子 這裡有飯好吃 第二點 又想說去台東還很忙 坐火車 含回來差不多 要一天啊 一天的時間 他就沒有太多錢了 你拔菜 儘管阿嬤也不確定 小琴未來能不能到一般的學校上學 但他僅抓住這得來不易的早聊機會 期盼心愛的孫女 有一天能說出完整的一句話 你們叫阿胖 花花 花花 拔菜 你們就拔菜喔 一天的行程結束 或許是累了 大家變得很安靜 我們忍不住想 這樣每個禮拜不停地跑 頂多服務40個不到的小朋友 然而台東縣 還有更多在深山裡 無法走出來就醫上課的孩子 他們該怎麼辦呢 看一下這邊喔 當初由樂俊仁醫師號召的 這群年輕人 十年來雖然熱情不減 卻也逐漸邁入中年 如何能有更多的心血 願意投入在這偏鄉的行動早聊隊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就是 你們為什麼要來台東啊 然後我們就會問他說 你們怎麼不來台東啊 不來台東的理由 當然就是因為前少事多離家遠 原治老師喔 一年喔 我們院內都爭不到人 一年都沒有消息 如何找到更多人喔 看能不能感動他們 那你剛所謂的感動 到底是有什麼感嗎 感動喔 就是看他們能不能了解 就是我們的宗旨吧 那所以你們要怎麼感動他們呢 我想怎麼感動他們 要感動更多的人來台東 可能太過理想化 但當你看到這群孩子們的需求 或許有一天 你也願意為他們走這美麗的路 可惜 音樂